吃过凤梨 但采收凤梨 这经验可不是人人有 今年高三的王又为 趁着假日到田里 教客人怎么采凤梨 大家看清楚 你看到像这个全黄的有没有 可是可以采 就直接这样采下来 请大家来吃凤梨 王又为的妈妈 从越南驾到屏东高树 起初和先生一块种凤梨 后来先生出了车祸 田里的重担都烙在他身上 王又为一路看着妈妈辛苦 凤梨采收即时 就得夏天帮忙 过中三年级就是放学 就是立马赶过来帮忙就对 采收的话就是会背一个背带 没有装满十颗以上 他们是不会把它带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大概肩膀 大概差不多都会肿一块 王又为看到很多水果 都有观光果园 可以开放采果 但就凤梨没有 就和妈妈讨论 也把自家凤梨甜 假日开放民众报名来采果 就连日本游客也专程来体验 真的是相当新鲜 真的是出体验 还有一块凤梨 还有猪肉 比较好 好包 妈妈阮事症也很认真 想出把凤梨包进越南春卷里 多了一点清爽鲜甜 凤梨皮凤梨腥煮成凤梨茶叶蛋 裹香扑鼻 酸中带甜 就像儿子的帮忙 让他肩上的种蛋越来越轻松 王又为说 家里的凤梨甜是爸爸妈妈的心血 也是养育他和弟弟长大的根本 毕业后他打算去考海军军校 希望能够帮妈妈再多分担一点 让他不用再这么辛苦